举行107年全民国防教育年终工作推展研讨会 由副部长沈一鸣上将主持 沈副部长表示 国防部将持续以多元方式推广全民国防教育 落实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任之 持续和各部会及县市政府协调合作 使全体国人支持国防 爱护国军 也期盼年轻人踊跃加入国军的大家庭 研讨会邀及各军司令部政战主任 业务主管及全民国防教育师资等人与会 实施全民国防教育海报征选获奖作品颁奖 各县市优点分享 宣导摊位示范观摩及工作研讨等活动 此外为使全民国防教育向下扎根 国防部也邀请周边三所幼儿园 师生及家长至博外营区参访 结合户外战机承展区 全民国防宣导摊位及布使馆导览 深耕全民国防教育